制作人托比在解答了设计出SANS兄弟的初衷后 一番话却暴露出了SANS兄弟的真实身份 托比反复强调非常喜爱地球冒险这款游戏 甚至还说到这款游戏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 因此很多人便将这两款游戏联系到一起 在地球冒险2中为了拯救世界 四个小主人公们不得不登上时空机 穿越到过去消灭大魔王 然而时空机不能传输生物 因此登上时空机的孩子们并不能保持人类形态 并且传说之下有一个SANS工作室的彩蛋 你可以在SANS的工作室中找到一张照片 上面画着三个你不认识的人 同时在工作室的角落还摆放着一台机器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SANS很可能就是地球冒险2 四个小主人公之一 照片上的三个人就是另外的三个小朋友 而角落的那台机器很有可能就是坏掉的时空机 那么SANS究竟是这四个小朋友中的哪一个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